父亲八年七个月的感悟 一定要远离孤朋狗友 酒肉朋友 以我的经历还有感受 那些网友们说一说 2013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身边有很多的酒肉朋友 整天跟着他们在一起 下午婚 那时候特别的讲义气 有什么事 我是第一个重在前面 感觉自己这样做 就会得到别人的赏识 别人的认可 可是殊不止以自的 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傻瓜 泡蛋 泡灰 当有一天出事的时候呢 这些所谓的酒肉朋友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都在比赛啊 看谁跑得快 每出事的时候 天天在一起啊 依靠一个兄弟的 一出事的时候呢 跑得比兔子都快 就怕跑慢了 到时候牵扯到他了 我在坐牢的这些年里呢 也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 尤其是对这些所谓的兄弟 有了新的认知 也让我体会到了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当自己出事的时候 除了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父母 在关心自己 在到处的求着别人 让自己这个事情呢 判得轻一点 这也让我明白了 亲情是最重要的 其实很多人的犯错 失去自由都是离不开 这些固本扣 其实很多人的犯错 失去自由都是离不开 这些固本狗友 还有一些酒肉朋友的 为什么呢 当一个人的圈子 是积极的正能量呢 大家每天都在 为了生活努力奋斗 那么他的圈子 非常的干净对吧 也不可能出现犯错 甚至失去自由的事情 来发生 如果他的圈子 都是一些酒肉朋友 那么他犯错出事的几率 大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经常的在一起 喝酒吹牛 慢慢的就觉得 自己也认识了点人 也有两下子了 时不时的喝点小酒 发发小脾气 仗着自己人多 仗是其人 这样的人 你不出事谁出事